家有人吗 爸 我怎么这么多爸 吵吵什么 这街坊邻居真能闹 妈 你也答应 你多大岁数要当我爸 我真受不了 在座的男同胞 跟我肯定有同感 这个结婚时间长了 没意思 日复一日的面对同一张脸 烦 变化 喂 哎呀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我没有你不行 我跟你说 幸亏这会儿我们家没人 不行 你这样吧 我到院里接去 这说话不方便 你等着我 扛你个小土豆子 哎呀我的天呀 累死我了 你说俺家钱顺分啊 别的能耐没有 就能出那鬼主意 不瞒大家说啊 再过一周呢 就是我俩的结婚纪念日了 往年呢 都是送对方一个礼物 大家哈哈一笑就OK了 今年非给我出一个什么 送自己礼物 还得让对方满意 你说这么扯呢吗 我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你说我爸 喜欢这个 他不满意呀 这个呢 他是满意了 我不满意 关键是我穿不进去 最后啊 终于让我想到了一个 他满意 我也满意的 十里香牌 臭豆腐 你口 我一口 就是这个味 二太满意了 你满意了 你干啥去了 走 看 从头到尖 哎 别搞 你心里那么大呢 咱家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啥事了 咱家钱顺分 外非有人了 啊 不可能 就咱家钱顺分 长了一个小土豆子似的 除了我能看上呢 谁能看上呢 他多虚呀 别闹 哪能多眼神不好的 严肃点 我跟你说啊 这么的 我说是说不清楚 我给你演一遍啊 就在刚才 我在那 你家钱顺分就从外面进来了 就跟小猫似 就这样 就尿敲的 然后他就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这痛亲呢 就 完了 你家小土豆子 跟说话 更肉麻呀 什么 我只要你 没有你 我不行 你也听 这钱顺分说的 嗯 行啊 反了他了 我今儿要不把他剁成土豆泥 我就不叫二驴子 我告诉你 你 瞅瞅你 能怪我二姐夫吗 我咋的了 还咋的了 我都不惜说你 你说说你 结婚到现在 你胖里有二十斤没 哎呀 妈呀 你还四十斤 你还好意思说呀 你看看你浑身上下 你有一点女人味吗 我咋就没有女人味呢 我没有女人味吗 没有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来我还真没有 你说我这还巴巴的 给他选什么 结婚纪念日礼物呢 这弄半天 他外边还有人呢 什么结婚纪念日礼物啊 再过一个礼拜 不是我跟你二姐夫 结婚纪念日吗 他说什么 要送什么 送自己个礼物 让对方满意 看来这回呀 我送他啥 他都不能满意了 对不 有一件礼物他能满意 啥呀 离婚证 别哭了啊 哎呀你别哭了 你哭有用吗 要这么的 咱就给他来个将近就近 他不是让你送的礼物吗 你就送一个全新的 你自己 啥意思啊 整容 别呢 整成这样多磕 他呢 再说咱妈咱妈也不能干呢 哎呀假的 主要目的是想考验考验他 怎么考验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再让我说 因为是想考验 哎呀 啊 nó �� 搞定 来 把白套穿上 等会儿小土豆回来 就按照我交给你的说 听见没 我在上网去给你查一下资料 等着 明白 那个小米粒 那个不是小米粒 那个小米粒 你赶紧留俩口啊 搞定 喂 哎呀 我再跟你重申一遍 我告诉你 我已经很憋屈了 为了爱情 我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 就是你了 没有你就是不行 你等着 我现在就找你去 谁呀 米其林呢 哎 不是 谁家轮胎奔我们屋里来了 不是 你谁呀 是我了啦 你谁呀 你你是木乃太医啊 人家不是医啦 你别伤我 人家是美媒 哦 美媒啊 你是谁家的美媒啊 我是你家小米粒子的朋友 做了一个小手术 要在你家打扰你们几天哦 哦 这还是个外地的 哦 行行行 没事欢迎啊 哎呦 你这快坐吧 快坐吧 哎呦 这家伤挺重 你这咋的了 你这 你这脑袋让门挤了 我这咋的了 你说啊 好好笑 人家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可以笑的啦 不是什么病啊 怎么还不能笑呢 做了一个 微创 哦 微创啊 不是门创的呀 你看我跟你说 就是我以前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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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坊邻居你们看看 哎 你看人家这小妹妹啊 人家都长成这样了 还在追求完美呢 哪像我老婆呀 自从嫁给我 脸都不带洗的 哎呀 妹妹啊 你别说 这微整形啊 我还略知一二 哦 这个微整形 是不是往脸上 打一破尿啊 什么 啊 啊 这我了解啊 什么量 什么量 人家 人家是 剥料酸啦 剥料酸 剥料 哦 不是打的是 泼的呀 哎呀 我一直以为是 打一打 人家这多脏啊 这玩意儿 大哥 你不要逗人家了 你家好坏好坏 好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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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妹妹啊 你这小拳头 打在我身上 好好温柔的啦 大哥 你学我说话 学得好牙层呢 那个 那你的老婆 平时对你不这样温柔吗 她 哎呀 你是没见过我老婆呀 那整天 碰马张飞 五马长江 哎呦 哼哼哼哼哼的 哎呦 谁能去 那我觉得您这个样子 真的是 蛮惨的 我太可怜了 我 哎呦 哎呦 别别别 哎呦 哎呦 别别别 不是 小妹妹啊 你这手 不能放我这儿 我这儿 可不是你放手的地方 哎呦 哎呀 其实你这手 还是挺软 哎呦 哎呦 我就愿意跟这样的妹妹聊天 妹妹 来 来 哎 你看着我的眼睛 在哪里 看到了 有那么一点点 好萌 好可爱的 哎 不是 我问你个问题 哎 你相不相信缘分呢 什么是缘分啊 哦 缘分啊 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第一次见面 就那么的刺激 有的 我见到你第一面 我就觉得 好刺激哦 对对对对 我见到你也是这种感觉 那你跟你的老婆 第一次见面 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吗 妹妹啊 你可能误会了 我跟你 叫刺激 我跟我老婆 叫刺激 再生一集就叫刺激哦 小妹妹啊 你想听一听哥哥的故事吗 好的呀 哎呀 其实我跟我老婆的婚姻啊 那就是一场骗局 我是上当受骗的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哎呀 我跟我老婆呀 是没人介绍的 为了给没人一个面子 我才去见的面 我老婆你是没见过 哎呀 啪 爽 胡 谁会喜欢他呀 见了一面 我就往外溜啊 刚到门口 哎 我看到一个看相的 这个看相的就对我说 你把他娶了吧 娶了他 你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 你把他娶了吧 娶了他 你的事业就会飞黄腾达 你把他娶了吧 娶了他 你们两个会幸福一辈子的 你把他娶了吧 我就把他娶了 结果娶了他当天 就在婚礼的现场 我就看见这个看相的了 你猜他是谁 你大爷吧 就是他大爷呀 他大爷的 可把我害惨了 那你既然这个样子 你们就干脆离了吧 离婚 我得敢啊 哎呀 朋友们呀 作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 生活是多么的艰辛呢 别的不说啊 他爸 他妈 他大姐 再加上他 加起来两斤多呀 大山一样压得我 无法喘气呀 有那么夸张吗 一点都不夸张 他爸一个人就一吨多呀 是啊 让他说着了 这两年我还真挣了点钱 全给他们家了 这房子 这房子的首付 我付的 那你要这么不喜欢这个家 这么不喜欢这个人 那你干脆离了吧 还等什么呀 离 我才不离呢 不是 你现在这些小孩 张嘴闭嘴 就离婚离婚 怎么这么随便呢 我告诉你小妹妹 一个男人 选择了一个女人 那是要负责任的 哎呀 话又说回来了 娶这样一个女人 那也是有安全感的呀 这种安全感 我怎么跟大伙形容呢 那可真是 天外非先 法力无边呢 我就记着 结婚的头一年 哎 那一年我生意做得不好 那赔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欠了一屁股的债呀 有一天 在公司 四个标形大汉 把我堵在办公室里追债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是我老婆 一把把我推出了办公室 用自己庞大的身躯 堵住了我办公室的小门 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啊 落在了她的脸上 落在了她的身上 我在她的身后 那种安全感呢 怎么跟大伙形容呢 那可真是 天外非先 法力无边啊 等那帮大汉走了以后 我就抱住我的老婆 我就问她 我说你傻呀 这些人在打你呀 你为啥不躲躲呀 我老婆深情地 对我说了一句话 卡住了 进进不去 出出不来呀 没打死我就是万幸啊 从那天以后 我就下定了决心 这个女人是我的 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是我的 是 作为男人 我个儿小点 也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我会努力的 我会让她幸福 我会让她幸福一辈子 辛苦 妹妹 你等我把话说完 阿米莉啊 你胖 我认了 你壮 我认了 你虎 我也认了 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 你是我手里的宝 我会陪你 慢慢变老 我能想到 最浪漫的女生 就是和你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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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戒指摘了我 那是图一无二的呀 老公 行了行了不哭了 不对呀 那你既然早就知道是我了 那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真的假的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对你的爱 怎么跟你形容呢 那可真是天外非仙 法力无必 我认为你 老公 亲我也得回屋 老公 这就是你送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吗 哎呀 媳妇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咱们结婚纪念日多不容易啊 等着 什么 看 自从我到你们家 你们家所有人都关我叫小土豆的 我早就烦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明天的我 我跟整形大夫都已经认好了 嘿 这整形大夫不讲信用 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要换人 不行 我告诉他了 为了我的幸福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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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三 我好幸福 二零三 我看了 你的脸型 就照这个正 我不想了 你让你这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吧 我就喜欢我们家小土豆的 这种带你儿的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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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